好 各位同学 那么今天我们紧接着看我们的两弯词汇巅峰速记营 那么在今天课里面我们要讲到的重点的词根 是Bio这个词根 Bio这个词根其实我们应该之前就有提过了 只不过现在我们在重点的 全方位的再给大家好好地讲一讲词根 那么接下来 Bio注意了一般情况下 它就表示生命或者是生物这个基本的意思 大家记得什么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讲过一个VIV VI等于live对不对 表示和生命力活力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个BI此时也表示生命生命力的东西 这个Bio他们也是读音相似可以转换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两个都是表示和生命息息相关的词根 来那么这个词根它造出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你看看到没有 这有证据证明 都是来自于原始英欧余序里面的这个词根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讲这个VIV包括VIT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这个词根也是来源于这 这个BI它也是来源于这 所以这两个词根它们是一回事 其实就表示都是表示和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来各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重要的单词 给大家稍微的快速的认识一下 第一个叫做Biology Biology生物学 你看它的词源里面解释叫什么呢 就做The Science of Life and the Living Things 关于生物的一门科学 我们说什么什么Logy 表示什么什么学问 学科 Bio表示生命生物 所以生物学 研究生命 研究生物的这样的一个科学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生物学 叫做Biology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下面你看 Cell Biology 细胞的生物学 对不对 这个叫做Molecular Molecular分子的 Molecule是它的名词 这个我们是不是讲过了 Molecule 这个叫做分子 Molecular分子的雄词 分子生物学就叫做Molecular Biology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Biography 什么Biography Biography 传记 为什么叫传记呢 这个Bio 注意了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Bio本身表示生命息息相关的 Graph本身就是一个词根 表示写或者是画 都可以叫做Graph 对不对 写或者是画都行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 写自己生命的东西 对不对 写自己一个人 人生的东西 我们甚至为叫传记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某某名人的传记 那么就是用来写他的人生 写他的一生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叫做Biography 传记 好 来我们看一下 An authentic Biography 真实的 Authentic 真实的 可靠的 传记 真实的一个传记 Recent Biographies of Starling S Starling 谁啊 斯大林 斯大林的一个最近的一个传记 Biographies 下面 A Volume of Biography and Criticism 传记和评论的一卷 一册 一册传记和评论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专门写某个人 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一个传记 叫传记 那么这个单词叫做Biography 我们再来一个 比如说有个单词叫做 叫做Auto Biography 怎么写 各位 那么这个单词就是啥意思 什么叫Auto Biography 那么关键就要理解什么叫Auto Auto是不是自己 表示自己 所以自己的一个传记 简称就是什么 什么自传了 所以Auto Biography 那就翻成叫做 自传就可以了 Biography传记 Auto Biography 自传就行了 好吧 来下面 Biographer 那就是传记作者 传记作家 一二 名词后缀 表示人 这个很容易理解 所以来我们看看 那么Picasso's Biographer 是吧 毕加索 Picasso 毕加索的这个传记作者 就是专门用来写 专门来写毕加索一生的 这种传记的这么一个作者 或者这么一个人 叫做Biographer 好吧 传记作家 来下面 Biographical 那它的雄词叫做传记的 关于记载生命的 都可以叫做Biographical 好 Biographical Movie 传记篇 某人的一个传记电影 传记篇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传记的信息 这个东西是 下面 这个单词叫做Biochemical 什么叫Biochemical 你看 这个单词叫生物化学 Bio其实就是这个单词的简写 叫Biology 生物 经常简写为Bio 对不对 表示生物的这个意思 所以和各种单词连在一起来造 你看 Biochemical 什么chemical chemical叫化学的 所以叫生物化学的 叫做Biochemical 生物化学的 你看 Biochemical changes in the body 在体内的这种生化变化 生化的改变 生化的这种变化 对不对 下面 Biochemical analysis 生物化学分析 Biochemical reaction 生化反应 所以Biochemical 表示生化的 来 什么叫生化 生物化学的 你看 它的这个解释 它的一个英文的示意说的是 Biochemical changes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relate to the chemical processes 你看 这个process process 叫过程进程 processes 这个体内这种化学的进程 对不对 that happen in living things 在活物 living things 活物 在活物体内发生的这种化学的进程和过程 我们叫做生物化学 所以你看 生化的改变 生化反应 生化的这种机制 对不对 mechanism 机制 机理的名词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好吧 来 在紧接的方向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Biochemistry 那是不是生物化学了 chemistry 本身就是化学 所以 Biochemistry 这叫生物化学的名词 来 我们看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ants Air pollutants 空气的污染物 Pollutants 是污染物的名词 好 那么 MV Biochemistry 关于这种生物化学 对吧 of plants 动物或植物的这种什么生物化学 或者是生化过程的这种影响 所以大气污染物 对于动植物的这种生化过程的影响 或者生物化学的影响就可以了 这叫空气污染物 叫Air pollutant Air pollutant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 生化过程 都可以叫做Biochemistry 你看 这种单词都要注意了 虽然它的排序是16000多 但是这种单词其实非常简单 你知道什么Bio 对吧 是Bio 这什么chemistry 就出来了 这种单词不复杂 下面 叫Plant Biochemistry 那就是植物的这种生物化学 植物的生物化学过程 都可以 来 下面的这个词我们来看一眼 该叫做什么 叫做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Diversity 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的雄词叫做Diverse Diverse 我们说叫多种多样的 多元的 多种多样的 多元的 叫做Diverse Diversity 它的名词 多样性 多元化 都可以叫Diversity 所以BioDiversity 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的多元化 多元性 都可以叫做BioDiversity 来我们看一看这些搭配一些重要的 来各位 第一个 叫做BioDiversity Protection 那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Indigenous Indigenous 叫做本土的 本地的 所以本地的这种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Conversation 保护 Conversation 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 就可以了 叫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大主义了 像这种单词 我们之前都早就讲过了 现在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加深印象 好 这词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解释了 关键叫知道什么Bio 表示生物 所以生物多样性 下面 你看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解释 BioDiversity is the existence 是一种 existence 存在 of wide variety of plant 广泛的 wide variety of 就是广泛的什么东西 广泛的植物和动物 animal species living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在这种自然环境里面 所生存的这些 动物和植物的这种广泛的种类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 BioDiversity existence 存在的名词形式 好 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一些重要的词 包括这个词叫species 物种 好 看一下 把它加深印象 把它记下来 好吧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BioMath BioMath 表示什么呢 这个单词叫做生物料 这个词就非常简单 因为前面的Bio 表示生物 Math 记下来 什么叫Math 第一 它可以做名词直接就翻成量 各种量 质量 或者是质量 对 量和质量都可以叫做BioMath 一个东西的 我注意了质量是多少 对吧 你看 我们学中学物理的时候 大G等于M小G 对吧 这个G 这个M就是Math 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 它叫做Math 对吧 它的质量 所以量 或者是质量 叫做Math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做 雄词 叫做大量的 有印象吗 大量的 也可以叫Math 所以什么叫BioMath 叫生物量 生物量 比如说Marine Biomath 接下来 这是考研 终于考到的一个 Marine 海洋的 海洋里面的BioMath 生物量 对 海洋里面的生物量 叫Marine Biomath 好 这个单词叫做生物量 Bio叫生物 Math 词是叫量 这个词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 BioMath Energy 生物量的这种能量 生物团的能量 Energy Energy本身叫能量 本来 Active Biomath 就是活跃的生物量 对吧 活生物量 或者是活生物质 都可以叫做Active Biomath 好 下面 BioMedical 你看 不就是Bio和各种 混合在一起 什么叫Medical Medical 我们说叫医学的 所以叫生物医学 对 生物医学的 就叫做BioMedical 来 Biomedical Research 生物医学研究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的这门科学 生物医学的科学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都可以 好吧 来 什么叫生物医学 Biomedical Research Examines 它探究 Examine 检查 或者是探究 什么什么东西 好 表示探 接下来这个表情 探究 什么什么东西 也可以叫做Examine 所以生物医学 它的研究 它探究的是 The Effect of Drugs and Medical Technics 药物和医学技术 对 On the Biological System 关于这种生物系统 of Living Creatures 这种活着的生物的 这种生物系统的这种影响 叫生物医学 就是药物 医学的这些技术 对于这种活物 叫做Living Creatures 对于活物的这种什么 生物系统的一种影响 这种叫做生物医学 是研究这个东西 好吧 这里面Examine 接下来 以前我们常见的意思叫做检查 对 Examine 检查身体 检查什么东西 Examine 此时叫探究 有探究的意思 好 来 这是这个叫做生物医学 好 下面的这个词是一个难词 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 你看 叫做活组织检查 活体检查 对 从身体里面取下一个细胞或者组织 直接进行检查 所以叫活组织检查 活检都可以叫做Bios 你看叫做这个难词 这个难词的读音也稍微的有点别扭 接下来叫做什么 就说Biopsy Biopsy Biopsy 什么叫Biopsy 这个单词其实你别看它复杂 就记起来是一个单词挺容易的 你看 前面的这个词源就不用去管了 Bio依然表示生物 这个Opsy 这个OPS 记下来 它表示看的意思 我们说OPS OPT 它们都可以表示光 或者是表示看的意思 比如说Optical 光学的 看见的 对不对 光学的 看见的 所以OPS OPT 它们都可以表示看 看见 或者是光的意思 光的意思 所以呢 你看 所以这个什么叫做Biopsy 这个单词有意思了 前面的Bio 它表示生物体 对不对 生物体 生物体 好 来 生物或者是机体 这个OPT B表示看 所以看一看这个生物体 这个机体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叫做活体检查 活检 所以检查就是去看一看 对不对 OPS OPS 词是把这看一看 Bio表示生物体 所以去看一看这个生物体到底是啥情况 这个叫做活体检查 活组织检查 活检 都可以叫做Biopsy 好 这个词出来了 Biopsy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些重要搭配 第一个叫做Skin Biopsy 那就是皮肤的这种活组织检查 就是从皮肤上面 取一个活组织下来检查一下 Skin Biopsy Natal Biopsy 就是针刺活检 用针刺活检 Natal 本来叫针 针线的针 所以Natal Biopsy 就是针刺的这种活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个活检 活组织检查是怎么回事 A Biopsy is the removal and examination of fluids or tissue fluid 液体 Tissue组织 要么去移动 或者是去检查 一个液体 或者组织 from a patient's body 来自于病人身上 身体里面的一个 一种液体 体液 或者是种组织 in order to wish discover why they are ill 找到为什么 他们会生病 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 叫做活组织检查 或者是活检 都可以叫做biopsy 就是从一个病人的体内 对吧 拿出 弄出来 一个某种液体 比如体液 对不对 唾液 等等这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组织 然后去检查 去看一看 对吧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会病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叫做biopsy Bio表示生物体 机体 后面OPS等于OPT 表示看 看一看这个生物体 有什么问题 叫做活检 活组织检查 好 这是这个词 比较难 但讲完了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好 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什么 你看 这又是一个比较难的词了 排序14782 这个单词叫做biosolids biosolids biosolids 这个词其实本身 关键 Bio你是知道的 叫生物 solid 什么solid solid 接下来 用作形容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坚固的固体的 坚固的固体的团结一致的 用作形容词的时候 用作名词 直接就翻译成 叫做固体就可以了 直接用作名词 叫固体 叫做biosolids 所以biosolids叫生物固体 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生物固体 什么叫生物固体呢 你看它有第二个意思叫下水道里面污泥回收而来的半固体或者固体物质 简称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些污物 下水道里面的污物 能理解吗 下水道里面各种 对不对 各种死的东西 然后沉淀了以后 留下来的那种固体或者半固体的东西 那种污物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biosolids 就它本身也是一些活物 一些细菌啊 活物 死了之后沉淀下去 然后形成的那种半固体或者固体的东西 就叫做biosolids 所以生物固体或者是叫做污物都行 污泥 来 biosolids disinfection 叫做污泥消毒 你看 biosolids application 叫做污泥的这种适用 application 运用 适用 都行 叫污泥适用 所以这个污泥 它指的就是那种下水道里面沉淀在下面 里面可能还有各种活物啊 这种活菌啊 各种东西 对不对 沉淀而成的这种固体或者半固体的物质 就叫做biosolids 好 一般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用做这个施肥来所使用的 好吧 所以个单词你记住叫做生物固体或者是叫做污物啊 就半固体的这种污物都可以叫biosolids 好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啊叫做biosphere biosphere 生物圈 生物层 这个就简单了 bio依然表示生命和生物 这个sphere本身就是球体嘛 什么什么球 球其实就是一个圈嘛 对不对 球一个圈都是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以前有个单词叫做 Hermisphere 什么叫Hermisphere Hermis本身表示一半 这个都认识了 对不对 Hermis表示一半 sphere 球体或者是某个圈层 所以叫半球 那叫半球 所以biosphere那就是生物球 但生物球没有这种说法 就生物圈 生物圈 生物层都可以叫做biosphere biosphere biosphere reserve 生物圈的保护区 reserve此时是个保护区的名词 这个我们讲过了 动词叫做保护 保留 对吧 保护保留 名词可以指的是保护区 所以生物圈的这种保护区 叫做biosphere reserves 就可以了 只是reserve是个名词 好 看 什么叫生物圈呢 来 我们看看他给出的英文解释 说的是叫做 the biosphere is the part of the earth's surface 是这个大气 这个地球的表面 对不对 的部分 and atmosphere 和大气 是这个地球的表面和大气的那部分 where there are living things 有活物的部分 所以地球表面被大气包裹的 而且里面有活物的那个圈层 我们就深度为叫做生物圈 或者生物层都可以叫做biosphere 就是说白了 把这个地球的圈层里面 带有氧气的这个部分圈层里面 所有有种活物的地区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生物圈 叫做biosphere biosphere 来下面 biotech生物技术 就是biotechnology 这个没啥好说的 tech本来就是技术 生物技术 the biotech industry 生物技术产业 biotech company 生物科技公司 这个没啥好说的 都很简单 来 下面这几个还稍微有的难度 但是这词讲一遍 你永远都忘不了 这词都非常简单 你看什么叫antibiotic antibiotic 抗生的或者是抗菌的 抗生素的 都可以叫做antibiotic 为什么 anti 什么叫anti anti本身就表示反 抗 对不对 这个意思 你看 anti-war 反战的 对不对 反战的 抗战的 抵抗战的 都可以叫做anti 所以anti 表示反 或者是抗 bio本身就表示生 所以抗生的 抗生素的 对不对 抗生的 抗生素的 都可以叫做antibiotic antibiotic IC此时仅仅只是一个熊词后续 好 这个词源 这个东西谁发明的 大家就看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它和鸡蛋词也没啥关系 好吧 所以把它记下来 这个词anti表示反和抗 bio表示生 所以抗生的叫antibiotic 抗生的名词 抗生素 都青霉素 但是这些都是一种抗生素 好 这个词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重要的搭配 你看第一个叫做什么 antibiotic drug 抗生的 抗菌的药物 或者抗生素的 还有抗生素的药物 好 agricultural antibiotic 农用的这种 agricultural表示农业的 农用的 农用的抗生素 此时antibiotic用作名词 就是抗生素了 对不对 好 effective antibiotic treatment 有效的抗生素的治疗 treatment治疗 此时 有效的抗生素的治疗 这是这个 好 下面 各位 这个单词 你看 排序 17688 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词 但是讲完了 你就会发现 这种词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sybiotic 什么sybiotic 前面的sym 这个其实我们讲过很多回了 表示共同一起 sym syn 这些全部都演变字 sam 对不对 包括s am 造出什么 sem 这些 sim 这些都是原音字母发生的改变造出来的 都是一回事 表示同 共同 一起 同一个 对不对 共同一起 同一个 这个意思 共同一起 同一个 所以后面的bio 表是生 生活 所以生活在一起 叫共生的 你看用单词 一遍就明白了 共生的 用作什么词叫共生的 互惠互利的 都可以叫做 symbiotic symbiotic 共生的 互惠互利的 共生关系的 都可以叫做 symbiotic 来我们看 have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和什么东西 有共生的关系 好 来各位 你看 有张图上面 犀牛 上面的这些鸟 也会 也在吃它背上的虫 帮它取 对 去除病菌 病毒 所以这样的这种关系 就是symbiotic relationship 叫做共生关系 互利互惠的关系 来 我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 symbiotic 好 这种我们就当中阅读材料 给大家看一看了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s one one 就是这个关系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in which 在这种关系里面 organisms 有机体 人和东西 exist together 共同存在 in a way 用一种 以什么方式存在 that benefits them all 让所有各方都受益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的方式 就是做共生的方式 互利互惠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叫做 symbiotic relationship 就是benefits or 对吧 benefits or 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方式 好吧 来再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字叫做microbe 什么叫microbe 微生物 这个词非常非常简单 你看microbe本身本是微 微小的 Microsoft微软 所以microbe叫微的 微的 microeconomy 什么叫microeconomy microeconomy叫做微观经济 好 但后面别着急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到这个 一个叫做micro 一个叫做macro macro叫宏观的宏大的 对不对 所以macroeconomy宏观经济 microeconomy微观经济 好 此词 microbe叫微 微小的 be此时等于bi 表示生命 所以叫做微生命 微生物都可以叫做microbe 微生命 微生物都可以叫microbe 就出来了 好吧 来 soil microbe 土壤微生物 土壤里面的微生物 这种单词其实非常简单 bibe此时注意了都是此根 表示生生命力 生物这个意思 所以叫微生物叫做microbe 来我们看一看 微生物它的一个英文解释是什么来解释的 你看叫做 a microbe is a very small living thing 是一个非常小的活物 which you can only see if you use a microscope 当你用一个显微镜 microscope是这样过了 显微镜 当你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这种活物 就叫做微生物 叫做microbe microbe 好 再紧接转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microbial microbial microbial那就是微生物的 al雄词后缀 所以微生物的就可以了 这个没啥好说的 microbial ecology 微生物生态学 ecology这个词我们是不是讲过了 eco 我们说叫做生态 ecosystem 生态系统 所以microbial ecology 就是微生物的这种生态学 microbial degradation degradation叫做降级 降解退化 动词叫做degrade 级别往下走 对不对 叫降级 所以degradation 降级降解的名词 所以microbial degradation 那就是微生物的降解 微生物的降级 microbial microbial activity 那就是微生物的这种活性 activity 活动活性都可以 microbial infections 微生物感染 细菌感染都可以 infection 感染传的名词 这种单词我们会不会讲到 还没有出现 别着急 来下面的这个叫做microbiologist Microbiologist 好 就是微生物学家 这种单词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词 你看 micro叫做微的 biologist 生物学家 所以叫微生物学家 你看 就是a scientist who studies microbiology 專门研究微生物的这种人 这种专家叫做microbiologist 微生物学家 food microbiologist 食品的那种微生物学家 a professor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immunology 免疫学 注意了 他的雄词叫做immuin 这个词我们后面会讲到 immuin免疫的 雄词叫做immuin 所以immunology 那就表示免疫学 一个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方向的一个教授 好 这是个词 所以microbiologist microbiologist 那就翻成叫做微生物学家 微生物专家都是可以的 好吧 来再紧接着 我们看下面这个词叫做aerobic 这个单词有意思 什么叫aerobic aerobic 你看看叫做什么 叫做需要养气的 有养的 增强心肺功能的 有养运动 来我待会说 各位 为什么叫有养的呢 需要养气的呢 这个arrow 这个arrow就等于air空气 这个air都表示空气 对吧 bi 或者bic 对吧 此时表示生命 后面的ic当然也可以做熊门词后缀 所以这个b或者bi 它就表示生和生命的意思 所以此时呢 就是你看 这叫生命 这叫什么 叫做气 维持生命需要的这种气的 对吧 维持生命的这种空气 和维持生命的这种气体相关的 维持生命需要的气体的 叫做氧气的 有氧的 对 有氧气的 就是你要维持生命的这种气体嘛 叫需要氧的 你看 我再来一遍 这叫生命 维持生命需要的这种气体的 对 这叫做需要氧气的 有氧的 对 需要氧气的 有氧的 都可以叫做aerobic aerobic 叫做有氧的 需要氧气的 来 我们来看看 aerobic exercise 有氧的健身运动 aerobic respiration 有氧的呼吸 respiration 呼吸 aerobic bacteria 有氧的 需要氧气的这种细菌 好 所以在aerobic air 表示气体空气 bi 作者需要的 气体的 对 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需要氧气的 有氧的 好氧的 都可以叫做aerobic aerobic 来 下面 下面这个词刚好是它的反义词 叫做aerobic 前面的前面的这个aner aner这个an 否定前缀等于in 此时an等于in 都表示否定 所以不需要氧的 甚至是讨厌氧气的 叫做厌氧的 无氧的 都可以叫做anerobic anerobic 叫做厌氧的 无氧的 应该 anerobic bacteria 厌氧菌 厌氧细菌 好 an anaerobic workout workout 一般叫做训练 训练 什么什么训练 运动都可以叫workout 所以叫做无氧训练 这叫workout训练 所以无氧训练 anerobic organism 就是厌氧的这种生物 你不能说无氧生物 叫厌氧生物 就不需要氧气的 对 厌氧生物叫做anerobic 所以这两个单词 各位把它记下来 一个叫做aerobic 有氧的 需要氧气的 喜好氧气的 对 anerobic刚刚反应词 叫厌氧的 无氧的 都可以 好 把它牢牢记住 这两个单词啊 好 下面来各位 下面的一个词 叫做amphibian amphibian 什么啊 叫做两栖动物 或者是两栖的这种飞机 两栖动物 两栖用车 都可以叫做amphibian 来 这个单词 我给你说一说啊 这单词 其实你掌握了非常简单 这个amphi 这个词 这个词根 各位 你先把它记下来 这个amphi 这个啊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讲的时候 后面我们会专门 有一个节课 会重点讲到这个词根 这个amphi 你先记住 它表示的意思啊 大概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表示two kinds 或者both kinds 两种 两种或者是两类 两种或者两类 或者是两个方向 两种 两类 两个方向 还可以表示周围 amphi大概有这几个意思 两种 两类 这是第一个意思 还可以指两个方向 还可以指周围 都可以叫amphi 好 这个你先把它记下来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词 所以什么叫amphibian 此时就表示两种 BI 生活 在两种地方都能生活 听懂没有 就是水陆两栖的 两栖动物 它是两种 就是水和陆地 所以在两种地方都能生活 都能生存的这种生物 叫做两栖动物 叫amphibian 两栖动物 用在动物叫两栖动物 那么还可以指两用 水陆两用的这种车 对 或者是这个什么 水陆的两用的这种飞机 都可以叫amphibian amphibian car 水陆两用的汽车 就可以了 amphibians are animals such as frogs 青蛙 and toads 或者是赖蛤蟆 叫toad toad 赖蛤蟆 They can live both on land and in water 能够既生活在水 这个陆地上 也能生活在水里 amphibians have cold blood 是冷血动物 and skin without skills 对 以及没有这种 你看skin这种皮肤 这个皮肤上面 没有这种 skills skills就是那种 刻度啊 斑纹啊 这种东西啊 frogs toads and news are all amphibians 青蛙 蜡蛤蟆 以及这个news 叫做荣远 荣远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常见的 amphibians 两栖动物 接下来 水陆的池 用作动物 叫做两 你不能说有两栖的人 人是不可能有两栖的 对吧 所以人是动物 两栖动物 或者是两栖都可以用的 这种车啊 飞机啊 都可以叫做amphibian amphibian 好 来 amphibians amphibians 用作熊词 因为ous 此时 熊词后坠 所以水陆两栖的 对吧 水陆两栖的 水陆两用的 都可以 好吧 叫做amphibious amphibious 好 amphibious warfare warfare本人就等于war 战争 所以叫做两栖作战 你看两栖作战 对不对 叫做amphibious warfare amphibious vehicle 水陆两用的 这种车辆 vehicle 表示车辆 或者交通工具 所以水陆两栖的 车辆 水陆两用的 车辆 都可以叫amphibious vehicle 来下面 下面的单词 叫做 注意了 它不是读作 whiskey 你看它的发音 有个h 所以它是偏 灰 对吧 whiskey 就说有点偏 灰的发音 whiskey 叫whiskey 所以喝whiskey whiskey whiskey 所以whiskey 好吧 whiskey 好 它不是说什么whiskey 是喝whiskey 对吧 whiskey 威士忌 好 重单词不需要怎么解释 威士忌就多认识 直接是音译过来的 那么它的来源 其实挺有意思的 你自己去看一看 好 一开始的whiskey怎么来的 在西方的里面 为什么 它其实 你自己看一下 这里面说的 它的来源 这些 在西方 酒被称之为 叫做 the water of life the water of life 生命之水 对 所以whiskey 它也和生命是相关 好 这个东西 大家去看一下 这种相当于是一个补充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去看一下 好吧 好 我们就不说了 那记忆层面 这个单词直接就音译过来的 音译过来的 好 zo 动物 这个没啥好说的 zoo 这个zo 表示动物 或者是生物 这个都应该多认识 这个不用多解释 好 来 这些都不说了 下面我们要讲一个单词 叫做quick 好 quick 这单词 它表示活的 生机勃勃的 还可以表示迅速的 来 这种单词 说实在的 你以前可能知道 quick单独出现的时候 它一般情况下 现在 在现代英语里面 用的最多的 其实反而是第三个意思 叫迅速的 敏捷的 但是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就只是表示活的 表示生机勃勃的 这个意思 来 我给你看看 这些都是它现在的了 快的 快速的 对不对 好 你看 有一个意思 活肉 指甲盖下面那个肉 叫做活肉 叫做the quick the quick 所以叫the quick 就是指甲盖下面那个活肉 叫做the quick 所以它确实是和活有关系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 我跟你说一说 我跟你说一说 它的来源 好 英文版的 你看 在古英语里面 看好了 各位 古英语里面 这个是现代英语的quick 古英语里面是c 发cwic cw也是发k quick 对 没有后面这个k字母 c和k都是发k的音 好 你看代表的是活 对不对 活的 然后 对吧 后面 figuratively 比喻上面来说 是mental quality 这种精神的品质 思想精神层面的品质 所以叫做什么 叫rapid 转得很迅速的 活的 转得很迅速的 所以 原来它是这个意思 你看 这个单词最开始的意思叫活 生活活的 脑子现在是活的 我们说某人脑子很活 什么意思 脑子很活 就是转得很快 所以它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出来的 首先它是活 后面才叫做快 你看 它哪来的 它的词根 还是来自于原始印欧语序里面 这个 看到 这个gwei 是原始印欧语序里面的最 最开始的词根 我们是不是看了好几回了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造出了这个quick 可和可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发音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 它也是表示活 所以你记住 这个quick的本身表示 深或者是活 后面才引申出来 叫做快速迅速的 所以它是由某个人 比如脑子很活 就是脑子反应很快 很迅速 好 这个你一定要整明白 否则这单词没法记 来各位 你看 所以 你看 这里面就非常深刻的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古语里面 它叫活的 有生命力的 来自于这个 这个原始印欧语序里面的这个东西 好 包括之前的 这些都是同言词 我就不说了 你看 有一句话 I am hurt to the quick 什么叫 I am hurt to the quick 这句话里面的quick 它就已经不是 这是个礼语 它就已经不是说 叫做快速了 我不是 我不是 说我被快速伤害 不是 我被伤害到命里 伤害到了生命 到了心里 就是我的心深深被伤害了 对不对 或者你深深的伤害了我的命 不是命跟子 是命 你深深的伤害了我的命 就用心 用感觉 对不对 好 所以此时这个quick 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生命的意思了 好 你看 来 圣经里面 我们都举大的意思 为什么说这个quick 它最开始是生的意思 生生活的意思 你看 在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短语叫做 the quick and the dead 就是the leaf and the dead 生者 逝者 对不对 所以the quick 不是说快的人 是生的人 活着的人 叫做the quick 所以此时的这个quick 它本身就可以表示活 生活的意思 对不对 好 下面这个我们就不太多解释了 稍微的让你留个影响就可以了 所以 那么 它的演变关系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是由本身 它就表示活 生活的是活 叫做quick 活肉 对 现在都可以表达活肉 指甲盖下面那个活肉 就叫做the quick 好 所以活和生 脑子很活 叫脑子转得快 快速迅速 好吧 来各位 cut somebody to the quick 深深的伤害了某人 就伤害到他的命里面去了 在他的命里面 深深砍了一下 cut 砍啊 对不对 然后割啊 在他的命 身上 对身体里面 砍了一下 叫做深深的伤害了某人 好吧 来 quick weight 极致 就快速的能反应和智慧 weight 反正智慧 就快速能反应 这种智慧 叫极致 集中生智 have a quick temper 什么 急性子 temper 性子 脾气 脾气很快 性子很快 叫急脾气 容易发脾气 quick profit quick profit 暴力 就是很快 门征到钱 这个叫做暴力 叫quick profit quick thinking 财思敏捷 思维很快 很活跃 quick growing 生长迅速的 所以讲那么多 你就记住 quick这单词 其他最根本的含义 依然是表示生 或者是活 the quick活肉 对活肉 圣经里面叫做活着的人 the quick and the dead 活人和死人 某人脑子很活 叫做脑子赚得很快 所以引申出叫快速的 敏捷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一定要把它记住 这个单词 下面 quickly 它的副词形式 那就是快速的 迅速的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来 as quickly as possible 那就是尽快 asap 你看 我们说的 asap是as soon as possible 好吧 as soon as possible 叫尽早 as 你看 aq as aq ap 词词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词词叫尽快 好 quicken 注意到这单词 是加快 en 在单词的结尾 一般也是让它变成实动词 我们说en这个前缀 你们记住 它在单词开头 或者是它在单词结尾 一般情况下 其实都是让这个单词 变成了它的动词形式 比如说 我们这不讲过了 large 叫做大的 enlarge 是扩大 对不对 好 rich 叫做富裕的 enrich 是不是识变富裕了 所以这都是 en在单词开头 让它变成实动词的情况 那么 en在单词结尾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deep 叫深的 造出来叫做deepen 始变深 来 下面这个叫做sharp 锋利的 尖锐的 对不对 sharpen 始变锋利 始变尖锐 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了 所以en在单词开头和结尾 一般情况下 都是让它变成实动词 所以quicken 那就是始加快 始加速 对不对 好 叫quicken 始加快 始加速 叫quicken 好 来 你看 quicken up 加快 加速 quicken the pace pace本身就是步伐步速 所以quicken the pace 加快 什么什么的步伐 叫quicken the pace 好 下面叫做quicker 什么quicker 就更快一些 quicker 注意了 此时的一二 你不要以为它是人 什么快的人 快的人 错了 此时它是个形容词的比较 即叫quicker 更快 对不对 叫quicker 更快 好 你看叫做breath breath breath quicker 呼吸的更快 快点呼吸 就可以了 breath 呼吸 好 quickest 最快的雄词 这个雄词的最高级 这个没啥好说的 quickest speed 最快的速度 好 quickness ness 这是一个经典的名词后缀 所以说快速 迅速 都可以叫做quickness quickness 好 the quickness of her weight 这个wit 什么wit 刚才说过 机制 机制 明智 都可以叫wit 所以它这种机制的快速 就是反应很机敏 头脑很活 你看 头脑灵活 反应机敏 都可以叫做 the quickness of her weight 就它这种才智 反应速度非常快 头脑灵活 才思敏捷 都可以叫做 the quickness of her weight 好 quickness and eagerness and eagerness to learn 你看 这种什么 quickness to learn 就是学得快 eagerness to learn 愿意学 所以叫做情思好学 情思好学 好学叫eager to learn 对吧 或者情思快学 闽思好学 都可以 闽思 就是quick 敏捷快速 叫quickness 对吧 好学就是渴望去学习 所以quickness eagerness 都是它的名词形式 你看 eager本身 就是个形容词 对吧 渴望什么什么的 be eager to do something 渴望去做某事 对吧 好 所以eagerness 它的名词 渴望 所以quickness and eagerness to learn 闽思 好学 OK了 来 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quiver 这个quiver 叫做颤动 抖动 而因为抖 因为这种愤怒 感到这种颤动 抖动 对吧 好 都可以叫quiver 一般它是用作动词 比较多 少数情况下 用作名词叫颤抖 叫quiver 也行 那么更多的 依然还是动词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了 你这么来记 好 怎么来记呢 首先先有这个词 叫做earthquake 这个单词 各位小伙伴 好 如果你分不清楚怎么读的 跟着我来读两遍 这两个单词 一定要特别小心 下面这是发短音 e 叫做quick quick quickly 对不对 quickly quick 而这是发a 是发长 因为a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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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quick 你不能说earthquick 错了 earth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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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叫做quick 你看 quick quick 是不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quick quick 我们说叫做 你看earthquick 地震 所以earth就是地球 quick就是震动 抖动 地球在抖动 对不对 叫地震 所以quick叫做震动 抖动 所以这个单词叫做quiver 这个que和v 它也是读音相似 可以转变的正关系 后面我们会重点讲到 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quick就等于quiver 它们都表示震 或者是抖 这个基本的意思 所以quiver 抖动 震动 震拆 都可以叫做quiver 把它加来 等于quick 叫做quick 而这个quick 抖动震动 而下面这个quick 它就快速 这两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 别记错 来 下面 这个叫做quivering quivering quivering 叫做Ing词词 要么是quiver 这个动词 它的分词形式 现在分词形式 比如something isquivering 什么东西在颤动 在抖动 叫quivering 当然它也可以直接用作雄词 叫做颤抖的 轻微颤动的 颤抖的 都可以叫做quivering 好吧 来 你看 quivering accent 就是抖动的这种音调 accent 音调 语调 语调都可以 稍微有点颤抖的这种 语调音调 叫做quivering accent 下面 quivering soundback soundtrack soundtrack soundtrack叫做配音 或者是配乐 都可以叫做soundtrack 所以说抖动的 或者说叫做颤抖的 这种配音 都可以叫做quivering soundtrack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 行吧 贵同学 那么在本节课里面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到的 其实是关于这个quick 对不对 这个单词 好 那么它的一些 包括这个bio 对不对 表示和生 生命 生物息息相关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 作边里面的单词 那么大家下去 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它们牢牢 快速的记下来 好吧 这单词其实都不复杂 所以大家记忆起来 其实讲几遍 差不多你就都清楚了 下去抓紧时间 赶紧去背就行了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